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 我看说都没有一件好事 国家档案馆今天公开表示 川普从白宫带到海湖庄园 我不知道是不是从白宫带过去的 还是当时他离开白宫的时候 并没有把那十五个盒子从海湖庄园拿回去 因为在他冬季的时候 在他认总统冬季的时候 他曾经长时间在海湖庄园 所以通常那个时候我们报新闻的时候就讲说 这是美国总统的下宫 冬宫冬天必寒的地方 结果他用自己的家比白宫漂亮 我们当时是这么解释过 所以这里头并没有解释说 他后来被拿到被送回档案馆的一共有十五个盒子 是他从白宫带出来的 那当然肯定是从白宫带出来的 还是他原来就是留在那 我讲的是这么意思 但是今天国家档案馆表示说 里面包含了一些国家安全机密信息 所以这个问题就故事就不一样了 在当时事情出来的时候 川普也发过推文 川普的推文就说 我们跟档案馆关系很好 处理得很好 没有什么这个哪哪 就是媒体报道那些都没有 那在具体内容的本身呢 那人们通常说的就是 他跟金正恩之间的会面的一些照片 有这些东西 然后都是一些政府首脑之间相互赠送的 包括一些私人礼物这些 那川普也认为呢 反正这些他没有认为很主要 就是有多机密 他就比较了希拉里呢 他们从白宫曾经搬走过家具 诸如此类的事情 那我个人呢 当时跟大家分享的理解 就是川普的生性是这样 他是生意人 他自己有钱 那他自己有他很很很 自己的生命特点 他对这种事情呢 就说就像把外国的首脑当成朋友一样 他不会太在乎的 对白宫的很多规范规矩呢 他不是愿意一个守规矩的人 但是呢 他有他的尊重跟尊严 所以这是一个很很典型的一个生命特点的认知 所以他带走 当说起来他带走东西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就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当这个说法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时候 可能故事就是另外一回事 什么意思 在川普的眼睛里 他不属于国家机密 但是如果在国家档案馆呢 他的规章制度 他的standard规矩当中 他可能又是国家机密 很可能是有这成分 很可能有这成分 因为他只是宣布有这么个故事了 国家档案馆跟记录局表示 川普将机密的国家安全信息 带到了海湖庄园的个人住所 所以这个说法就非常的麻烦 这是一个非常的麻烦 在给众议院的信中 那纽约州的民主党人 叫做卡罗林 美国档案馆的管理员大卫 说带到佛罗里达州个人住所 15箱子当中 包括这样的信息 我还没有看到 川普针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说法 没有 因为这是刚刚出来的 2月9号写信给你 2月9号写的信 在信中提到 一些与国家档案和记录 和记录管理局最近从川普的海湖庄园 找到的15箱记录当中的有关问题 那这是纽约州的参议 众议院的议员 请查看我们对您每个问题的回答 那马洛尼是众议院监察 跟改革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从工作上不是问题 对不对 从工作上肯定就是 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 但是民主党竭尽全国所有的力量 去打击川普 这也是真的 整体的民主党从上至下 很惧怕川普2024年卷土会重来 那以现在的方式 这就是2022年现在的方式 极力打击他 是尽最大可能阻止 2022在众议院 在众议院民主党人 大比风的输掉 在参议院输掉 他们是想挽回这个局势 因为只要在众议院输掉之后 现在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而共和党人在参选众议院的候选人当中 川普的力量采取 是表现出绝对的力量 所以他们很简单 只要能够把川普置于死地 让他出庭 只要到了法庭 事情就立刻就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川普上了法庭 那在媒体的宣传当中 会给所有的共和党人 和共和党参选的人 一种莫大的压力 他必须选择 他还跟着川普走 不跟着川普走 他的核心地点 核心概念是 瓦解共和党 让共和党不能众志成成的 围在川普中心 从而使得 2022在 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 能够使民主党咸鱼翻身 其实我眼睛里看到 基本是这样 因为其他没有任何机会 而打击一个人 用国家力量去打击一个人 这是能够想到的 在人的环境中最大力量 所以你看到的 无论是纽约州 联邦调查局 联邦法庭 还是华盛顿DC 只要有任何借口 都以打击他为主 里面谈到第四个问题说 回收的记录盒子里内容 内容是否正在接受审查 以确定他们是否包含机密信息 如果是这样的话 谁在进行审查 并且涉及到何种机密信息 那他的回答是 已经识别的盒子里 标记为国家机密安全信息的物品 他的盒子里头 盒子上应该有这样的标志 应该有这样的标志 所以具体内容都有 只是很显然 在我能理解 就是盒子本身上 有这种标志 那很显然 作为众议院 他作为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 他也没有权利去看那个 国家机密 除非是解密的问题 但他这一句话就足以楼 对方承认 包含着国家机密 所以这是一个standard的说法 这种standard的说法 可以被媒体无限的扩大 可以被任何掌握法律的东西 无限的去延伸 他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在这儿 那民主党人采取的方式 利用的概念 也是这个概念 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